欢迎来到骚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无意举动 暴露了杨阳黄景于谁才是最佳CP 对比太明显 杨阳不会知道自己会在30岁的时候在综艺上放飞自我 杨阳今年最庆幸的事情 可能就是和迪丽热巴合作出演了你是我的荣耀 这部剧播出后两个人的名气都大增 而迪丽热巴改变了许多 大家都知道杨阳在花语少年中 被任性爽子搓沫的可怜样子 不过在遇到迪丽热巴后 杨阳与之前可谓是大不相同 肉眼可见的活泼开朗了许多 早在去年8月份你是我的荣耀开拍的时候 这对CP的情况都一直填到别人的心坎上 而这对CP的各种行为也让人不得不猜测 两人难道真的在一起了 在这部剧开拍之后 两人的画风更是比剧里面还要填 花絮更是糖分超标 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两个人就十分亲密 不仅欢声笑语不断 还经常有一些亲密动作 就算是休息的时间也要凑 在一起玩闹 杨阳之前和别的女明星合作的时候 总是保持一副高冷的样子 生怕被女生抓住吵绯闻 当初她出演了旋风少女和胡冰 轻拍宣传照的时候 恨不得离人家800米远 牵手对视的动作恨不得赶紧完成结束拍摄 满脸写满冷漠两个字 然而在遇到热巴之后底线就荡然无存 又是主动搭肩摸头 牵手更是无比自然 基本上就没撒开过 还将手放在热巴的腰上 亲密的好像是真正的情侣 而杨阳之前宣布作品的文案都十分敷衍 与女演员的互动更是少之又少 甚至与曾经的绯闻对象 讲孟杰互动的话都寥寥无几 然而到了热巴这里却仿佛换了一个人 两人互动的动态发了二十多条 甚至还发了童年照来爱特对方 让人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在暗戳戳的秀恩爱 毕竟唐嫣和罗进宣布恋情的时候 就互相发了对方童年的照片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是在效仿前被官宣恋情 对陆寒黄景于爱达不理 对杨阳则与众不同 迪丽热巴为何如此双标 迪丽热巴自出道后就有无数的CP 最出名的一个就是陆寒了吧 这对CP在当时也是十分大火 两人的亲密互动也是让不少人十分的上头 以至于陆寒在公布和关小彤的恋情时 不少人被伤的不敢再克CP 而迪丽热巴在此之后也小心翼翼 基本上与其他的男主会保持距离 在当初幸福触手可及开播之后 网传迪丽热巴与黄景于假戏斟作 两人不仅被扒出情侣项链 还在同一房车里亲密接触数个小时 甚至还有人拍到黄景于探班迪丽热巴 不过这一切好像都是黄景于一厢情愿 毕竟热巴那一方极力澄清 而热巴的态度更是说明了一切 黄景于在快乐大本营玩游戏时 靠背的泡沫突然断了 黄景于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 然而迪丽热巴脸上并没有一点担心 直接哈哈大笑 丝毫没有想要服一下的意思 而对于羊羊却显得十分双标 两人在快乐大本营一起玩游戏的时候 画风更是甜蜜的冒泡泡 不仅在台上公然摇耳朵讲悄悄话 还时不时来一个甜蜜对视 此后不顾及在场其他人的感受 浓浓的恋爱气息差点穿破了屏幕 而两个人之间都是十分拒绝吵CP的 却在这部剧播完之后 依旧保持着亲密的互动 这也让人猜想 为什么对对方如此特殊 看热吧对羊羊和之前CP不同的态度 也很难让人相信这对CP不是真的 迪丽热吧和羊羊真的假戏真做了 羊羊参加综艺疯狂Q热吧 难道是想提前看看粉丝们的反应 羊羊和迪丽热吧这对CP想必是不少人看好 而他们两个也没辜负观众们的心 就算是已经播完有一段时间却依旧能掀起一片浪潮 不仅观众十分投入 就连娱乐圈里的明星都在嗑这种CP 羊羊最近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有好几次范澄澄冲着羊羊差点喊出热吧 甚至在一次游戏中 范澄澄直接当着羊羊的面给自己取名叫迪丽热吧 这也让大家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要知道范澄澄也是一个当红偶像 对于女明星都是要避嫌的 而如此光明正大的Q热吧 背后的意思懂得都懂 而一旁洋洋反应也是耐人寻味 她听到热吧的名字之后转身挑眉 脸上要笑不笑的表情也是展露无遗 不过范澄澄也是一个大好人 不仅自己在科CP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还带着大家一起吃瓜 而贾玲更是直接在节目里大喊杨狄公开吧 这个杨狄可不是喜剧人杨狄 而是杨阳和狄立热吧的CP名 大家的种种表现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难道两人真的在一起了吗 毕竟合作的那部剧已经结束那么长时间 早就没有了需要合体宣传的业务 这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俩人难道真的已经假戏真做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并提供反馈 请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